人生如梦 转眼间 一生辛苦 何时闲 年老退休 时光间 一生受难 苦难言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人间的任何享乐 都会像小时候吃的药一样 外面有层糖衣 里面必定是苦的 师父还说 学佛后的法喜 和世俗五欲六成的刺激 带来的享受感 刺激感 幸福感 截然不同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博客上最新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用先生给的钱去放生 先生居然换了向往的工作 年初 先生给过我一些钱 我因为待业在家许久 没有什么钱 我就用先生的钱去放生了 放生也没有为先生求 放生后 我有做先生洗澡的梦 感觉是宵夜了 三月底 先生居然接到面试电话 这几天接到了offer 事后我才知道 这家公司先生想去都有一年了 一直在留意 但也没有投简历的机会 某天他只是刷新了一下自己的简历 居然 这家公司主动打来电话 邀请他面试 很顺利地就接到了offer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护法菩萨 希望有缘人看到此分享 能坚定道心 发心多放生 无相地去做功德 真正地去救悟命 无所求的行愿 哇 真的好发喜呀 心灵法门帮助很多同修 都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 这位同修说 前两天 因为帮助同修 悲业严重 上班 突然人就不醒了 头爆炸得疼 脖子僵硬 我赶紧联系Z师兄 让他帮我烧送小房子 慈悲的师兄回家 就给我烧送了七张 第二天 第三天 烧送三天 共二十一张 我就感觉好多了 脑袋也不疼了 第二天 得知 素未谋面的上海J师兄 也帮我放生四百条鱼 真的把我感动得 无法言语 感恩师兄们慈悲祝愿 每次悲业 就会想到伟大的师父 为我们弟子 佛友 同修 悲了无数的业 我只是悲了这么点业 就不行了 师父 却要悲千万信众的业障 师父没有任何抱怨 甘愿受苦 师父慈悲护佑着我们 让我们免于灾难和疾苦 每每想到师父 我就会在佛胎前面 伤心流泪 无比自责伤痛 没有修好 没有帮助师父 愤忧解难 弟子一定不如师父教诲 好好改毛病 修心修行 广度有缘众生 报佛恩 报师恩 报父母恩 报众生恩 真是太感动了 这位同修分享道 尊敬的各位师兄 今天我做个分享 4月1日 单位组织去省会城市开会 2日返回 因为3日是清明假期 买回城票的时候 就没有买到 这时 心里暗暗求菩萨保佑 能买到票 回城顺利 这时又进入抢票页面 只有一张退票顺利抢到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下了火车 要换乘汽车回区里 看到排了很多人 我还想 要等一会儿了 这时 前面的人喊 还有一个座 我们都是两个人同行 你走吗 我心想 太好了 顺利上车 安全到家 哇 真的好开心啊 再来看看 河南梧童秀的分享 他说道 今天腰疼得厉害 小房子也念不动 就看白话佛法 看着看着 也看不下去了 直到上晚香时 疼得更厉害了 直不起来了 磕完头 马上求观世音菩萨救救我 并且许愿 明天早香时 帮自己的药精者 烧送三张小房子 帮打胎的孩子 烧送三张小房子 求菩萨保佑腰不疼痛 并在台长博客上现身说法 大约半小时 腰真的不痛了 观世音菩萨太慈悲了 真是有求必应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哇 真是太感动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童秀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 师父讲一个小笑话吧 有一个小故事 你们愿意笑就笑 你们不愿意笑 也不要哭 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女孩子 女生 她过去呢 很喜欢一个男生 有一天呢 这个男生啊 不知道为什么 被好几个人打得 鼻青眼肿 一个人坐在操场上 非常可怜的样子 这个女生 就买了一大堆云南白药 去帮她擦洗 就这样默默的 大家没有说话 后来这个男生 成了这个女生的丈夫 这个女生告诉她的闺蜜说 我现在已经离婚了 闺蜜说 为什么 我以为我丈夫 她永远不会知道 是我叫人去打她的 这就是因果 我们在人间 用小聪明来处理问题 觉得这又不算什么 很多事情无所谓的 今天念经了 跟菩萨随便讲 几张小房子 好像护法城都不知道 好像菩萨都不认识你们一样 我告诉你 不要说菩萨认识你们 你们的师父 也认识你们 所以当我们感觉 什么都无所谓的时候 你要记得提醒自己 人要诚实一点 因为因果无处不在 人不要把诚实当成像金钱地位的去追求 要学会把诚实作为人的一种根本 慎重沉稳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你会在不断地付出当中获得快乐 一个人只有保持真诚善良的生活态度 才能拥有智慧愉悦的人生 感恩师父 人要诚实一点 因为因果无处不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